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瑋恩 今天要來介紹10條在東京以及東京的近郊 我們精選出最好逛最有特色的商店街 在片尾會有一些最近心情的閒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留下來看看喔 首先我們來看看對於日本人來說 商店街的定地是什麼吧 我們今天請到我們日本朋友Satomi-san 來幫我們解釋一下商店街對他來說是什麼感覺呢 肉軟 商店街是一種最重要的地方在日本 地域人們集中在這裡 那邊的愛話都很開心,然後買東西 好了,看完之後大家應該就了解 為什麼接下來要介紹的商店街 都沒有在平常會去的新宿啦 或者是社群那種熱鬧的地方 而是大多呢都位在偏向住宅區的地區了吧 吉祥寺距離新宿、涉谷的鬧區 車程只需要15到20分鐘 可以從新宿搭乘中央線或中央總五線 或者是從涉谷搭乘金王錦枝頭線 從吉祥寺站的北口出來 街道對面就可以看到Sun Road商店街的入口啦 Sun Road商店街是有屋頂的商店街 這也就表示不管天氣如何都可以逛街啦 Sun Road商店街長約300公尺 常見的藥妝、服飾、餐廳、生活雜貨當然都有 因為商店街的店家組成大同小異 所以我們的重點呢 會放在這10條商店街的特色店家 以及周遭環境的介紹 景麟的Sun Road商店街 是另外一條商店街叫做大雅街 這裡還有一個餐廳林立的區域 口勤恆丁 這邊的巷子錯綜複雜 很有昭和風味很適的來探險喔 我現在在排幾項市知名的 SATO MENCHIKA TZ 這個包含牛肉 加上洋蔥真的太絕配了 好吃好吃 吉祥寺的商店街不遠處 就有景之頭公園 非常悠閒喔 中野距離新宿很近 搭乘中央線或中午線只需要5分鐘 從北口出來 正對面就是Sun Mall商店街啦 這邊在遊頂商店街 Sun Mall 有賣很多日常用品 以及連鎖餐廳喔 商店街裡面也販賣了很多有趣的小物 中野商店街有各種不同的居酒屋 大家可以選擇看看哪一間好吃喔 Sun Mall走到知名的NATANO Broadway 這邊有賣很多跟動漫相關的產品 有時候可以買到難得一見的二手貨喔 接下來的兩條商店街 由於距離很近 所以呢我們把他們合併成為一個區域介紹 這條路線的起點建議從五藏小山開始 五藏小山會在東極暮黑線上 比較常見的乘坐方式啊 是從涉谷搭乘山手線到暮黑站 再轉車到五藏小山大約是17分鐘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是五藏小山的PAM商店街 這條商店街長800公尺 它是日本最長的單一遊頂商店街 我們推薦這邊的王漾豆瓶機構的超大型的草莓 這條商店街啊除了它的餐廳很有名之外呢 還可以體驗日本的生活感 大家可以隨便挑幾家店 然後進去觀光看看喔 東橋推薦這邊的商店街走到底 拐個彎的Kitchen Ribs 這邊的肋排非常的好吃喔 那我們商店街走到底啊 稍微拐個一兩個彎就可以到護岳營座 這邊就是長1.3公里 關東最長的商店街 護岳營座商店街啦 我還以為商店街都在賣老人的東西 也是有這麼時尚的咖啡廳 這條商店街啊 也以很多的炸物店為名 我們推薦這家中金卡拉給的專門店C 炸的超棒的 一咬下去啊 雞汁整個流出來耶 阿左谷一樣也是位在中央線 以及總母線上 從新宿過來大概是10分鐘以內 大家看到這裡啊 應該都有發現 因為中央線上呢 有許多大型的住宅區域 都能夠快速的抵達新宿站 也因此啊 在這些住宅的區域上 才有著這麼多發達的商店街 阿沙蓋一出站 就一個有屋頂的商店街 Paru Senta 這商店街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長 而且商店伶俐 商店街裡面也有這些 極具特色的小餐廳 阿左谷的高架橋下 這邊新開了一個專區 這邊有很多自然系的餐廳 阿左谷一般街 這邊有很多內行人 才知道的行人來美食哦 潮鴨位在JR的山手線 以及都營三田線的路線上 比較方便的路線呢 是從新宿搭乘山手線過來 大約15分鐘 潮鴨的商店街 又被稱為老奶奶的元宿 所以這裡有賣鮮貝或者是紅豆麵包 這種比較復古風的甜點哦 想體驗傳統日本風情的話 我覺得潮鴨地上通商店街 是一個首選 很適合來訪哦 在我背後很像Gamma Dian 賣一些懷舊的老玩具 這邊就是潮鴨有名的紅內褲啊 潮鴨這裡有超級多的帽子 專賣店 阿伯的時尚 週末的時候這邊也有跳蚤市場 大家可以來挖寶 古中銀座商店街位在日暮里站的西口方向 走路大約6分鐘 建議搭乘山手線 從上野過來4分鐘 在我身後的就是古中銀座商店街了 帶大家去逛逛吧 古中銀座商店街這裡有很多特色的商店 像我後面這家就是在賣二手的和服 這是商店街你們的炸物店 這是Keithon Manchi Katsu 哇這個絞肉真的非常非常的豐盛 雖然有點油 但非常非常好吃 完全不會吃膩 這邊的商店街非常具有夏天的風味 所以很適合拍照 我們現在在重神風格的咖啡廳 見真堂休息一下 這家店有賣很多可愛的特色小商品 高原寺 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個位在中央線上的商店街區域 從新速過來大約6到10分鐘 也是包泡在東京的住處 也是包泡在東京的住處 這裡有不少條商店街 最著名的是名字很有趣的 純情商店街 另外一條是油頂的Paru商店街 另外這邊也是一個以古著二手一文明的地區 新高原四通商店街 高原四的商店街 很多值得探索的小店 還有這種型的二手玩具店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兩個近郊的商店街 雖然距離東京比較遠 但都是我們認為相當有特色 而且周遭也都是觀光熱門景點的區域 首先是東京人夏天的好去處 湘南海岸的蓮艙 從東京市區過去有很多選擇 不過主要是從市區搭乘橫須賀線 或湘南新速線到蓮艙站 市出發地點而定 大概都要五十分鐘到一個小時以上的車程 蓮艙車站東口 出來走路 一分鐘就到了小丁通的入口了 這套商店街有很多蓮艙有名的小吃 跟手工運品 有機會一定要來看看 我身後方是蓮艙大人氣的戒指定製店 Gram 我們來買買看蓮艙大人氣的熱狗 我點是蠻特別的披薩口味的熱狗 它這個香腸裡面有起司耶 吃起來好香濃 蓮艙這邊的寺廟很多 像我們剛剛的商店街走到底就是 鶴岡八帆宮 八帆宮逛完可以進去到 身後商店街逛逛喔 商店街有特色的咖啡店也很多 會在祺域縣的穿越市 最推薦的交通方式 是從池袋搭乘東補東上線即行 從池袋到穿越最快只要二十七分鐘 我們現在到了前往穿越的商店街 Clear Mall 去逛逛吧 這條商店街啊有衣服餐廳 然後還有很多小五環子的逛逛 這個商店街裡面連百貨公司也有 走到商店街的底部呢 就會到小江戶的藏林 這邊就算我們賣土產的地方 從大鎮浪漫夢通開始就正式進入 穿越老街的區域囉 我們現在在大鎮浪漫夢取 這裡有很多江戶建築風味的餐廳 在主要道路 重丁上 保留了許多江戶時代造型的舊房子 改建成新的商店 相當值得一逛 在這條主要的道路上呢 有相當多的手工藝品 特色的餐廳 應有盡有 十條銀座商店街位在東京的北區 從十代搭乘齊金線 約五分鐘就可以抵達十條站 十條商店街是昭和52年的建造 歷史還蠻悠久的 現在是東京都北區最大的 遊頂商店街 總共有兩百多家店 十條商店街這裡 除了一般常見的餐廳 雜貨店之外 還有一家東橋非常推薦的 特色的火車鐵道咖啡廳 這家店只有六日一夜 它咖啡的選擇比較少 蛋糕也只有兩種 但是呢 這邊最有特色的地方是 它有火車在你四周跑啊 以上就是這一次東橋精選的十條在東京 必逛的商店街啦 當然還有許多在東京不管是市區啊 或者是郊區的商店街沒有入選 那有機會的話呢 未來還可以再做第二集或第三集 來介紹給大家看喔 嗨大家好 相信啊最近應該不少人會覺得我們的影片 好像看起來有點似曾相似的感覺 那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原本的規劃啊 就是希望可以用不同的面向以及主題 來介紹東京 所以有可能會介紹是某一個地區 像新宿啊 或者是銀座 但是也有可能是介紹某一條地鐵線的玩法 然後呢 也有可能是大家熟悉的五大十大不同的主題 比方說像是 拉麵啊 豬排啊 商店街等等 那其實這就是一種橫向或者是縱向的排列組合啊 就看當時的我們對於它的主題的定義啊 或者是觀眾的取向是什麼 第一個原因就是最近的肺炎疫情 使得我們原本啊 黃金舟預計要進行的拍攝行程 其實也都取消了 就連鮑勃本身是住在東京的人啊 他其實也目前也不太方便出外拍片 所以完全全新的影片的片段呢 就只剩下幾部片可以剪了 所以呢 暫時在疫情緩和之前啊 我們應該都會使用這樣子的影片的組合方式來剪接 那雖然這個本來就是在我們的規劃內的做法啊 不過因為缺少一些全新的影片的可能片段啊 或者是主題 其實對我們來講當然是有一些苦惱 因為我們原本就是用新的主題 新的影片 穿插著舊的資料簿 然後來做一些組合交叉的推出影片 不過我們能做的其實也就是 只有盡量維持發片量 然後來度過這段全球危機啦 那其實我也沒有什麼真正的結論 就只是希望跟大家聊聊然後 memor一下 好那大家就下次見囉 掰掰